欢迎收看7月14号的财经Espesso 晚上好 我是维敏 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今天和世界首富马斯克进行了视讯会议之后透露 电动汽车品牌特斯拉今年将会在雪兰尔设立总部服务中心和体验中心 而雪州看守大臣阿米·鲁丁随后则说 相关的地方政府将会简化特斯拉进入雪州的一切程序 在这当儿 特斯拉也公布了首款进军大马的车型价格 也就是最低售价从19万9千令吉起跳的Model Y电动休旅车 而这个价格虽然比新加坡和泰国来的便宜 不过对比比亚迪即将推出的海豚电动车则贵了接近一倍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特斯拉的最大对手比亚迪巧合的选在安玛对谈的今天 宣布将在7月27号推出海豚电动车 这款已经在泰国推出的汽车以马币计算的话 售价介于9万1500令吉至11万2500令吉 接下来关注成功集团创办人陈志远的消息 他为了符合2013年金融服务法令 以便为收购金融机构铺路 所以从去年开始就不断的减持集团的股份 成功集团在引进高产拟品林氏家族入股之后 接下来又是哪家大牌公司呢 这里要告诉你的是 极有可能是陈志远的女婿法利纳斯穆丁 担任副主席的NASA集团 根据成功集团今天发给媒体的邀请函 该集团星期一将会和NASA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而陈志远当天更会出席见证 不过邀请还没有透露交易细节 联储局升期预期降温 全球市场欢腾 马股也在外资连续加码之下保持强稳走势 今天一口气冲破1400点和1412点的大关 收报1412点09点全天涨了15.86点 而根据大马股票交易所资料显示 外资周三买入8416万令吉 周四则是加码净买了1亿2923万令吉的马股 展望马股未来表现 丰荣研究认为有四大潜在利空 包括全球中行维持紧缩货币政策 引发全球经济放缓风险 中美关系紧张 8月财报季股市业绩表现欠佳 以及选举前政治风险升温等等 但是新业研究补充 只要周选落幕之后 政治和宏观经济更清晰 将会有利于提振投资情绪 进而带动股市 因此新业研究看好马股 在年底可升上1500点 那么今天的财经 Espeso到此 感谢收看 签购无懈可期的 Ubis98商业配套 现在每月只需付50令吉 即可享有急速的5G数据 1000GB Ultra Hotspot 5G 还可获得免费两部5G智能手机 现在就签购五条主线的 Ubis98配套吧 Ubis98配套